今天和大家去酒樓喝茶 這裡有平時好小吃的蝦子綠柚皮 喝茶之前 可以在酒樓的旁邊 很近距離欣賞這支鐵柱的大炮 原來這裡不止一支大炮 還有很多支 不知以前有沒有實際的軍事用途 向前面250米開炮 來看這幾支鐵柱的大炮很容易 這裡就是屯門青山灣的青壁街 轉過來這邊就是嘉道里碼頭 來這裡逛逛既清淨又方便 就算星期六日 這裡也不會有很多人 這天我們由屯門輕鐵的三聖站 走出來沿著這條青山公路 不用十分鐘就來到這個嘉道里碼頭了 Hello 暖暖 嘩 大小姐 你在那裡幹什麼呀 男人就說喜歡看兵器大炮 你這個女生人家 對大炮都這麼有興趣呀 這支大炮就厲害了 厲害在 居然在網上查不到它的資料 如果各位網友知道大炮的來歷 歡迎在評論區劉國賢告訴我 那邊就是青山灣泳灘 我們稍後就去三聖村喝茶 稍後我走到碼頭的盡頭 看回來又會有不同的景色 左手邊這邊 看過去就是加多利泳灘 話這麼快 我老婆和暖暖 就下來了碼頭邊邊的石凳 我可以看你的貝殼 哦 在哪裏啊 看一下先 對呀 為什麼碼頭會有貝殼呢 讓我下去看看 要這樣下的 搞定 這裏真的很多蠔殼和貝殼 不要小看這些蠔殼啊 聽說運去外國做環保蠔 可以賣到5000元一噸的 當我走到碼頭盡頭 看回加多利灣的時候就發現 咦 原來那邊還有另外一支炮台 為了尋找另外一支炮 我們就過了來屯門的加多利灣 嘩 現在是平日的下午 整個攤沒有什麼人 竟然是 不知道這裡夏天多不多人呢 不多 就算夏天也不多人 以前呢 我和你媽媽住在屯門的時候 經常來這裡因為沒有人 你說三十幾年前的笑 是嗎 是啊 三十幾年前 四十年 可能以前年少不知事 現在董事已中年了 究竟這些炮台是真還是假的呢 為了看看那兩支炮 是真還是假 我現在走到沙灘的盡頭 看看先 走到過來 看到一支大炮是真的 究竟它的歷史是怎樣的呢 我在網上找到這張50年代的舊照 應該就是同一個位置 即是說這些大炮最少都有70年歷史 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保存得都算是這樣的 當我看過去另一邊的時候 發覺原來還有一支大炮 看完炮台走一下沙灘 我覺得舒服的行山 冬天來行沙灘有個好處的 只要有陽光 在這個沙灘上面 加上反射就會吸收到很多陽光 下午兩點多 我們走回去三聖村 過了這個牌坊之後 轉過來這邊就可以見到三聖商場 坐升降機上到二樓 一出電梯門口就見到兩間酒樓 一間是家彩漁村 另一間就是青山灣漁港 究竟哪一間好吃些呢 讓我問一下街坊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這兩間酒樓你們是否也喝過 喝過 哪一間是好吃的 那一間是不錯的 好吃的 但這間是貴一點 嗯 少許 嗯 那好吧 謝謝 謝謝 聽完這道街坊這樣說 我們當然是選青山灣漁港 好吃的這一間 怎知道 現在是三點 他說三點三節單 現在腸粉和炸東西是沒有的 那我們照坐下吧 這裡午市和下午茶是同價 平日茶錢每位11元 一坐下我就點了這個 68元的蝦子扒柚皮 還有牛肉蝦餃叉燒包 飲茶必食的點心 第一樣來的是南乳豬手 看上去炆得夠軟的 大小姐最喜歡吃豬手的了 豬手是否軟軟 豬手很軟的 豬手我在街上很少吃 因為我怕弄得不乾淨 我怕有些毛在這裡 但吃到現在為止 都還OK 沒有毛 吃得放心 有南乳味嗎 豬手沒有花生是抵抗的 應該要多些花生就好一點 看看 對呀 南乳豬手有些花生抵抗 這樣就好味得多了 飲中茶怎麼可以少一壺好茶呢 這個茶也蠻好吃的 你幫我打開蓋子 讓我看看裡面是什麼 是茶葉 當然是茶葉 但是不是茶包的 有些酒來不是用茶包的 我很期待的蝦子扒柚皮來了 六十八元只這一塊 老婆 麻煩幫我 像切生日蛋糕一樣分三份 我老婆隨身帶剪刀 喝茶就不用欠付錢 作為老婆 帶剪刀出街 都是一個很合理的事 這就是價值六十八元的蝦子柚皮 這裏大約是四分一 二十幾元 這麼貴 可能蝦子是哪裏 南極 北極 紐西蘭奧蝦蝦子 嘩 這個只是跟我說的 蝦餃黃 試試黏不黏著 咦 沒有黏著 拿得起 皮也剛剛好 這個蝦餃我吃了一半 裡面還有很多隻蝦 蝦味濃郁 都算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甘春蛋燒賣 我們小時候經常吃的 哪裏有說什麼怕蛋固醇 吃了幾十年 是不是有錢人才去喝茶 當然不是 我小時候一個星期 媽媽帶我起碼喝三次茶 不過地貓走了 你小時候都屬於少爺仔 任何小孩在媽媽 心目中小時候都是少爺仔 韓風流有沒有像喝茶都吃叉燒包 在中式酒樓喝茶 不吃叉燒包怎麼像喝茶 還有啊 吃叉燒包要用手吃才好吃 大家去酒樓的時候 有沒有一定要吃的點心 歡迎在平衡圈留 唷 這個叉燒看起來很像樣 先看看 梅頭叉燒 這麼漂亮的叉燒放在白飯上面 就是加一點滷味醬油汁 簡直就是一碗黯然燒雲飯 平時多吃白飯 包你沒夠玩 我就說是 和你吃白飯都覺得很浪漫 嘩 真是想到呢 是 你呢老婆 我和你吃頓飯 你會不會覺得浪漫呢 會呀會呀 另外還有吃了山竹牛肉 和這個好像是不菇蒸雞 這兩款的點心 水準的一般 所以就不詳細介紹了 這次的下午茶吃了330元 不要說是否值得 最重要是開心 多謝大小姐 多謝 正當我們埋單想走的時候 就發覺 什麼叫做搞搞鎮 沒有光顧呢 希望大家可以 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按下下面的訂閱鈕 下次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各下 拜拜